组合出道红金一时,单飞后他成了情歌王子,如今47岁还不肯结婚。 说起光良,大家都会想起他的代表作童话,当年这一首歌红遍了大江南北,传唱度极高,拍摄出的MV更是感动了不少年轻人, 以至于出道多年以来,大家对于光良的女友一直存在好奇,坊间更是流传出光良女友去世的消息。 大家可能不知道,光良原名王光良,他出生于马来西亚,四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钢琴,初二就懂得创作,曾一度拿下过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奖项, 由于实力出众,他参加了全亚洲歌唱比赛,以一手涌在我心里获得第一届海螺新运奖,并签订了唱片合同,随后他与品官一起得到李宗盛的赏识, 俩人签约滚时组成了无影良品组合,在马来西亚发行了首张专辑掌心,并在当地创下了入围龙虎榜20周,连续10周冠军纪录,从而迎生大扫。 只可惜好景不长,无影良品组合在事业当红时期就面临了解散的局面,据悉,因为光良和品官在音乐风格等方面都颇有差异, 所以为了能做出更好的音乐以及事业发展,俩人都心照不宣同意了解散组合,对外宣布各非东西, 这才有了后来火遍大江南北的童话,为此,光良也一度被大家封为童话情歌王子。 除了童话以外,光良还创作过许多快智人口的歌曲,例如约定,第一次,光芒。 但也不知为何,自从童话大火以后,光良后来的发展反而陷入不红不黑的地步, 大家对他的印象始终都停留在童话上面, 甚至还有不少人误以为光良这一首歌是写给去世的初恋女友, 对此,光良坦言表示自己的初恋女友已经嫁人生子, 童话MV是根据歌曲改编的,并不是真实故事, 更不是光良的真实故事, 所以光良并不存在什么去世的女友。 如今,光良已经47岁了,自除到20年以来她一直保持住单身的状态, 很多人纳闷她为什么不结婚, 光良表示自己不会受年龄的影响, 还直言,老了这个事情通常是身边的人提醒你, 我从没想过我几岁应该做什么, 例如有人说我怎么还不结婚生子, 我会示着不要被这些东西影响, 我一直活得蛮轻松自在,心态蛮健康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